年末将至,生活在北美的小伙伴们即将迎来一年一度的holiday season 一个接一个节日,正准备砸向我们 如何能够不在假期中虚度光阴 如何能够过一个充满欢乐的节假日呢 除了出去旅游,食和晚乐之外 还有更为经济省钱的模式 那就是宅在家里看电视了 都到年底了,到底有什么好看的节目上新? 诶,还真有 下边,我们来盘点一下近期最受观众喜爱的五档综艺节目吧 第一部,奇葩说第六集 这档大家围坐在一起说话的达人秀 转眼间已经做过了六个年头 能做到第六集,对于一档节目来讲 那可真是相当厉害了 观众当然也非常的买账 奇葩说以辩论的形式进行比拼 吐槽时下的热点事件、话题 新的一季全面升级为蔡康勇、薛兆峰、李旦等四位导师带队比拼的形式 集结了近六十位来自各行各业最善于表达的年轻人 接受新奇葩们强势来袭的挑战 奇葩说的成功无异于话题的劲爆 以及嘉宾们的会说敢说 收看节目的观众多多少少都会找到强烈的认同感 以及压抑许久不土不快的观感 第二部,明星大侦探第五集 前几年随着线下狼人杀桌游的盛行 一档节目应运而生 现如今玩狼人杀的人已经不多了 但是这档节目却依旧如火如荼 并且成功带火了另外一款线下游戏 剧本杀 这就是由芒果TV自制的明星大侦探 这档综艺节目互动性强 观众可以跟随嘉宾一起推理 然后通过留言跟帖弹幕等方式猜凶手梳理案情 当然,道场的嘉宾也个个身怀绝技 幽默风趣中带着缜密的推理逻辑 同时,每一期的主题 节目组还安排得非常具有教育意义 总之,从各个方面来讲 这款综艺,小伙伴们不容错过 第三部,亲爱的客栈第三集 亲爱的客栈可以说是引流了慢综艺的潮流 一经推出,也是立即受到了追捧 现如今一转眼就到了第三季 不知道各位综艺大咖们又会到哪里安营扎债呢 这档节目当中客栈经营为中心 向人际关系和情感等话题延伸 但是和前两季不同的是 本季会更多聚焦在当代年轻人的职场生存现状和情感诉求 不过这一季可能会缺少一些人情味 多一些残酷的竞争 至于到底如何 还请小伙伴们去一探究竟吧 第四部,幸福三重纵第二集 明星的生活像我等吃瓜群众必然还是很有窥探的欲望的 那幸福三重纵就恰恰满足了大家的好奇心 这档节目不是情感素配 也不是恋爱表演 更不是狂喂狗粮 节目组精心挑选了不同生活背景 以及不同工作环境的明星夫妇 近距离展示他们的真实家庭婚姻状态 聚焦当下都市夫妻情感的现状 正所谓家家有本难念的经 明星大腕退去镜头前的光环 回归普通生活 又该怎么去应对这些柴米油盐酱醋茶呢 第五部,仅三天可见 仅三天可见 本是微信朋友圈的一个设置 现如今也被搬入到了迎评当中 这是一档很有突破性的综艺 不管是我们人与人之间正常的社交模式 还是节目的制作形式 以主持人江思达的第一视角 记录与嘉宾的三天相处时光 用三天时间来看懂一个人 江思达非常善于挖掘人性 制造碰撞 他自己本身就是一个很有灵性又通透的人 和他聊天的嘉宾们 会不自觉地流露出藏在心底的话 不管怎样 这档综艺值得大家意识 除了综艺之外 还有更多好剧与电影等着大家 iTalk BBTV影视平台 为大家准备了更多精彩口粮 正版免费五广告 精彩世界 谢谢祥宜所爱 我们下期见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感谢观看